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修这个电源 这个电源它采用的芯片是TL494 我们大家都能看到它的驱动电阻 以及它的功率管 这13009都已经损坏了 首先呢我们要把这个芯片 这是它的驱动三级管都卸掉 卸掉以后呢我们先把这一部分 电路给它恢复 把它的驱动电阻 还有这个驱动的电容 包括这个功率管都恢复以后 我们先插电 看看它是否能够自机震荡 如果自机震荡以后正常 我们再把这个494给它上上 我们看这两个电容基本上都鼓包了 所以这两个电容必须换 这个电阻也已经烧毁了 这两个二级管测量没有问题 总之基本上都换一遍就可以了 更换时要注意电容的方向 下面我们换电阻 把所有的原件撬开以后 要把这个板烧弧的部分必须清除掉 不然的话这个碳膜是导电的 忙活了半天 终于把它的驱动电阻都给换了 驱动二级管 还有这个电容都给换了 这是它的推动备压器 这是开关备压器 这是一个方间封的原件 好 下面我们插电 看看是否正常了 当然这两个功率管也换了 现在说正常了是为时上早 因为我们的TL494也没有更换上 这样呢它只能是自机震荡 我们插电看一下它能否起震 可以起震 现在输出电压达到35V 很显然在它自机震荡的时候 由于没有前面的稳压 所以它输出电压是偏高的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电路图 下期视频我们再把这个TL494上上 然后给它修好 好 我们看一下它的自机震荡部分 这段是220V输入 这是保险 这是NTC热敏电阻 插膜抗干扰电容 供膜抗干扰电杆 供膜抗干扰电容 压敏电阻 插膜抗干扰电容 整流桥 300V绿波电容 两个串联 这个是斜方电阻 把310V左右的电压 加到功率管的极电极 这个是三极管 通过这两个150K的电阻串联以后 给三极管积极提供启动电压 这时上管开始导通 电流方向是310V 三极管的极电极 发射极 通过这 通过这个初级绕绕 然后通过开关被压器的初级绕绕 通过这个电容 给这个下边这个电容充电 由于推动被压器的正反馈 随着这个三极管呢 就进入饱和导通 当它饱和导通时 由于电感线圈上的感应电动势 不再增大 所以就消失了 消失以后呢 由于电感有阻碍电流减小的作用 所以感应电动势倒向 这一端为负 这一端为正 上管接止 下管开始导通 下管导通的时候 它是把下边这个电容上的电 通过这个电容 然后通过被压器的初级绕绕 通过这个推动被压器的初级绕绕 然后下管的极电极发射极到负极 同时在被压器上产生感应电动势 感应给这个线圈 很显然是左正右负 加到这个三极管的积极 使这个三极管饱和导通 当它饱和导通以后 感应电动势消失 再次倒向上管导通 下管接止 总之这两个管呢 是交替导通 如此往复循环以后呢 就在开关变压器 初级产生胶变的电流 从而产生胶变的磁场感应给后级 向后级输出电压 这就是它的自机震荡过程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